你今天看得很漂亮 在一所乌烟瘴气的美国高中里 学生肆意胡闹 上课嘲讽老师 下课霸凌同学 可是就在一夜之间 这里突然变得异常和谐 老师爱岗敬业 学生情学好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天成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部 校园奇异惊悚片 《老师不是人》 故事发生在一座美国高中 一天深夜 女校长刚刚和各科老师开完例会 正准备离开 这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校长吓了一跳 但她很快发现只是一场虚惊 因为来人正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教练 教练向校长来接一支铅笔 并言辞暧昧地夸奖对方 心碗真美 就在校长响入飞飞之际 教练竟起了杀心 她举起铅笔 刺穿了校长的手心 校长痛到诸教 开始疯狂躲避追杀 无奈办公楼的大门已经上锁 校长逃脱无门 这时 刚刚已经离开的金发女老师 取而复返 在女老师的提示下 校长找到大门钥匙 一路跌跌撞撞逃了出去 并将教练锁在了屋内 就在校长以为自己安全脱险的时候 一旁的女老师突然举起剪刀 接过了校长的小命 接着校长的尸体 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第二天 一个名叫凯西的男孩在操场上 捡到了一只干巴巴的诡异虫子 就在她试图研究 这玩意儿是什么的时候 橄榄球教练突然出现 并很不友好的赶走了凯西 凯西感觉到教练和虫子都很诡异 她悄悄藏起虫子 并将这玩意儿带到实验室 交给了自己的生物老师 生物老师一番研究之后 认为这祸可能是个新物种 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清水性 老师将虫子泡进鱼缸里 干瘪的虫子竟然重新活了过来 并从身体里伸出很多条血色小触须 而这些小触须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 当一个女孩把手靠近鱼缸的时候 他们能瞬间模仿出人手的形状 生物老师还想对虫子做进一步研究 不料却被小东西咬了一口 因为只是一个小口子 大家都没太在意 之后诡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 凯西的同学卷毛哥 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员 当天下午 她打完球在南瑜室洗澡时 学校年迈的女教师突然冲进来 抢了她的淋浴 老太太明显有些神志不清 竟当着男学生的面脱下衣服 嚷嚷着自己需要水 随后 她嘴里念叨着 他们要侵占所有人 卷毛哥试着安抚老太太 结果刚刚触碰对方的头发 老太太的整块头皮就融化脱落 卷毛哥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她大声呼救 外面的凯西急忙进来帮忙 两人叫来其他老师 将老太太送到医院 负责这件事的正是那位 杀死校长的金发女老师 她告诉凯西和卷毛哥 老太太得了癌症 因此才出现之前诡异的一幕 凯西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心不在焉地望向窗外 结果发现教练正在操场上 面色阴沉地盯着她 见凯西走神 金发女老师看向她的目光 也格外诡异 放学之后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凯西和女同学黑发妹 悄悄躲进职工休息室 想一探究竟 可是一通翻找之后 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时教练和金发女老师走了进来 凯西和黑发妹 匆忙躲进储藏室 通听两人的谈话 教练声称 除了年纪最大的那个 自己已经控制了所有的老师 因为老太太的身体太老了 无法进行改造 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控制其他职工和学生 两人似乎很渴 一边聊天 一边疯狂灌水 就在凯西和黑发妹 对这番谈话一头污水之际 学校里的女护士走进房间 女护士感冒了 是来拿药的 教练二话不说 挟持了女护士 然后竟用诡异的长舌 贯穿了对方的头颅 女护士当场领了盒饭 金发女老师则在一旁冷漠旁观 目睹一切的凯西和黑发妹 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慌晚间 黑发妹碰到了什么东西 两人定睛一看 发现倒地的正是老太太的尸体 原来她根本没有被送到医院 而是被藏了起来 凯西和黑发妹赶忙夺路而逃 结果刚刚跑到走廊 就被女校长拦住去路 可女校长明明已经死了啊 怎么会完好无损地 站在两人面前呢 与此同时 消息室里的教练和金发女老师 也追了出来 站在他们身边的赫然就是女护士 女护士不但毫发无伤 就连感冒也不治而遇了 他们只是冷漠地盯着凯西和黑发妹 并没有打算攻击 凯西和黑发妹吓得继续狂奔 两人中途还跑散了 等凯西带着警察回到学校的时候 现场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储藏室根本没有什么老太太的尸体 只有一个用来练习急救的人偶娃娃 校长解释称 或许是凯西学习压力太大 产生了幻觉 随后 她将一名警察单独叫到办公室 等警察走出来的时候 眼神已经变得陌生而怪异 仿佛变了一个人 大家都认定凯西出现了幻觉 唯一能帮她澄清事实的黑发妹 也不知所踪 随后 凯西被家长领回家 第二天 在爸爸的监督下 她又胆战心惊地来到学校 整个上午 凯西都小心翼翼 担心遭到校长等人的灭口 可校长和老师们似乎都很忙 他们在办公室堆满了饮用水 并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 单独叫到办公室 凯西将遇到的怪事 告诉了自己的小伙伴短发妹 短发妹是个科幻迷 她认为 老师们都被某种异形的寄生虫控制了 而且这种生物极度依赖水分 之前凯西捡到的那只虫子 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寄生虫 虫子身体里深处的触须 能控制人类的行动 它们必须赶紧采取行动 否则大家都会完蛋 两人决定先去生物老师的实验室 看看那只虫子再说 路上 它们遇到了黑发妹和卷毛哥 四人一同赶到实验室的时候 又遇到了正在这里约会的一对小情侣 女孩是刚刚转过来的白莲花 男孩是个富二代 六人小团队发现 鱼缸里的寄生虫已经消失了 这时 生物老师突然出现 并袭击了六人 看来他也中招了 打斗中 富二代砍下老师的手指 慌乱中 他又摸出一根 装有白色粉末的鼻管 插进对方的眼睛 原本历大无穷的生物老师 突然之间倒地身亡 粘上白色粉末的部位 也渗出一探白墨 嘴里还吐出一只寄生虫 凯奇立即用罐子 将寄生虫装了起来 一行六人决定 暂时逃离学校 路过教室的时候 他们发现 原本超超嚷嚷的同学们 变得异常安静 他们认真上课 积极举手 每个熊孩子 都变成了课版的好学生模样 所有人都用陌生而冷漠的眼神 盯着六个人 富二代带着大家一路逃离 路上 他们发现 警察一已经被寄生 看来 报警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富二代将众人 带到自己的秘密实验室 由于父母常年出差在外 没人管他 天赋异禀的富二代 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实验室 平时 他会用兴奋剂 溺尿剂之类的东西 制成迷幻药 在学校大肆兜售 之前杀死生物老师的白色粉末 就是富二代研制的迷幻药 经过研究 富二代发现 生物老师之所以会死 就是因为药里的溺尿剂成分 能瞬间榨干寄生虫的水分 让它们脱水而死 也就是说 富二代研制的迷幻药 恰好就是这场危机的解药 可问题是 整个学校里的人都被寄生了 解药的数量根本不够 熟读科幻小说的短发妹进一步推测 寄生虫一般都会有一个母体 只要杀死母体 所有的寄生虫都会随之死亡 可问题又来了 究竟哪个感染者才是母体呢 就在大家昏头战脑之际 卷发哥灵光一现 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 它们六人之间 会不会也有人被寄生了呢 富二代提议大家都吸食一下解药 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后一个测试的是黑发妹 轮到他时 他的皮肤下面居然有虫子爬过 看来他也被寄生虫感染了 眼看伪装暴露 黑发妹打碎了实验药剂 毁掉一半解药之后 匆忙逃离了现场 剩下的五人不敢再浪费时间 他们带上所剩不多的解药 赶到学校操场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橄榄球比赛 小镇上几乎所有的居民 都聚集在此观看比赛 既身仇母体 如果想要感染更多的人 这里肯定是最佳地点 五人赶到的时候 发现女校长正在人群中间 谋划着什么 他们于是猜测 母体可能就在校长身上 众人将校长引到体育馆 设计将它绑了起来 凯西拿着一碗解药 想逼问校长是不是母体 不料 心慌失措的白莲花 竟然将所有的解药 都撒在了校长身上 校长再次领了盒饭 可惜他并不是母体 大家又猜测 教练才是母体 作为橄榄球队的队员 卷毛哥临危受命 福尔黛给了他一碗解药 让他去刺杀教练 其他人关上大门 躲在体育馆等结果 没过一会儿 卷毛哥就回来了 他声称自己已经确定 教练就是母体 对方已经追了过来 让大家放他进门 共同抗敌 但富二代怀疑 卷毛哥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他将身上最后一管解药 递给卷毛哥 让他自证清白 卷毛哥接过解药 直接倒在地上 看来这哥们儿 还真的被感染了 随后卷毛哥 不慌不慌地守在外面 因为他笃定里面的人 已经没有解药 撑不了多久 富二代这时想起 自己的车里还有一点存货 剩下的四人商量之后决定 由富二代和凯西两个男孩 一起出去取解药 白莲花和短发妹 两个女孩则继续留在体育馆里 为了给富二代争取机会 凯西勇敢地引开了 卷毛哥等寄生人 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凯西一路有惊无险 逃过追捕 富二代也顺利来到车子旁边 谁知被他调侃过的性感女老师 已再次等候多时 两人直接干了起来 一番混乱之后 富二代成功干掉对方 拿到解药顺利脱身 而此时的体育馆内 短发妹已经危在旦夕 原来寄生虫的母体 竟然就是一直潜伏在六人中间的白莲花 吸食解药的时候 她偷偷做了手脚 才没被识破 之前将大部分的解药 撒在校长身上 也是故以为之 为的是销毁解药 趁着周围没人 白莲花献出本体 准备杀死短发妹 凯西赶了回来 救下短发妹 手持解药的富二代也及时赶到 就在她准备将解药 扎向白莲花的时候 短发妹突然出手阻拦 原来她刚才也被感染了 关键时刻 还得依靠凯西的主角光环 她将发疯的短发妹锁进隔间 又从富二代手里 接过最后一管解药 孤身一人引开了白莲花 最后 凯西将已经完全陷住 母体原型的白莲花 引到体育馆看台下方 并启动了开关 座位开始收缩 最后将母体死死卡住 凯西举起解药 刺中了对方的眼睛 母体迅速脱水死亡 故事的最后 所有被寄生虫感染的人类 都恢复了正常 默默无闻的凯西 也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老师不是人》 是B级恐怖便利的名作 这类影片 一般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 主要卖点是刺激和劣迹 本片的导演和演员 都大有来头 导演罗伯特·罗伯里格兹 后来拍摄了《罪恶之城》 《阿丽塔战斗天使》 等著名电影 男主角伊利亚·伍德 《就是之后指皇王》系列的弗洛朵 在里面打酱油的 还有后来饰演X战警的 凤凰女法米克·詹森 出演珍珠港的 乔治·哈纳特等人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奇幻 玄幻 魔幻 和科幻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订阅怪奇与电影哦 我是主播天成 下期见